天火同仁,真是该到归魂瓜了 归魂就是魂收回来了 心安了,踏实了 可见应该是个好活 我们知道同仁而后有大有 那就是什么世界大同呢 孔子的理想 是每一个人最高的追求 那天下和平 人人都彼此心连心 那多好啊,地球寸 有没有实现客观 技术条件已经逐渐实现了 但是人心之间还有各个 我们来看看 说同仁与也亨 就是能达到每一个人 都心彼此都有互相连接 这个理想一定是亨通的 利于大步前行 那对于君子来说 就得见好就输 一定要保持最后的那个结果 才能真实有效 出酒 说你有这个理想呢 一开始很踏实 当位 但上面没有跟你相应的 也没关系 你还在家里 还没有付出实践 那将来 随着时代发展慢慢来 第二 整个挂唯一的一个阴摇 那阴代表物质 代表怎么样呢 就是好像 亲戚之间就谈关系 那这个 中国人都擅长搞这一套 重不重要呢 当然 接水楼台 认识人 朝中 好办事 就是跟自己的 宗亲 互相 这个往来啊 这个 论大同来说 你真的想做大的 想到人人 都平和的 这个状态 那是不对的 所以62年 虽然看他 当位又有相应 但整个 所有羊都围着他转 他已经陷在 这个圈里了 而且这个 因为圈很小 在下面 因为火天大友 就不一样 在上面 那93 他这个形容 一个战争 那你 服藏了 很久 占领了高地 但是 三年 就不能实现 这个羊腰 你说那不是精神高尚吗 还有当位 但是这个战争啊 它不光是 武力战争 你看后来有 这个工业竞争 其实也算战争 那么有商业战争 还有文化战争 所以这个都可以 累向 那你到了 三多兄这个位置 你 才做了一半 还不到 所以这个事啊 你真正开始实践 也在这个时候 你是 羊腰吗 你主导吗 你会发现 上面还有很多羊 很多事要做 所以还早 你继续坚持 也不要太着急 这下面这个火 到了顶端 以为就怎么样了 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小城 那九四呢 它本来是阴的 反而阳 那同样是太着急了 说占领了这个城啊 但是不能攻下来 不过结果还是好的 那就是因为大家 所有的羊啊 羊多还是好的 那么 齐心协力 那你只是中间 这么一个过程 不忘初心 放在室中 九五 那么先哭啊 然后后笑 大师客相遇 就是说 你这个已经到了军委 到了天下同仁的 这么一个地位 有这个客观条件 但是 还是很难 你知道 这个发心大愿是很大的 但是后来笑了 因为已经实现了很多 那我所能做的 我尽力去做 他当我一样 上九就不一样了 大同要小异的 不可能什么都统一的 我的 我 再 判断